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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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我是VV老师 今天VV老师要来跟你们说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叫做 我是冠军蟋蟋 那你们有没有发现 最近夏天开始 有听到一些昆虫的声音 有哪些昆虫的声音呢 故事开始之前 要唱什么歌呢 来听故事了 来听故事就要开始了 大家大家 赶快做好 听故事了 咳咳咳 故事请开门 Open 有图案的这一面叫做 蝴蝶叶 有字的这一面叫做 书名叶 故事开始咯 大家好 我是安安 我是第十八届 全国斗蟋蟋帅比赛的冠军 就是我啦 我的家住在新化镇的 振兴国小 来来来来看看我们家哦 这里哦 这里有一排排的别墅 这一排排白色的别墅 就是我们的家 每一栋家里呢 都有专属的电灯 和爆纸 让我们能够不怕寒冷 而且有很多很多 吃不完的食物哦 让我们身体都非常强壮 不像出生在野外的蟋蟀 他们要住在冰冷的土堆房子里 而且还要自己去找食物吃 而且还要常常注意 敌人来袭 像是蛇啊 青蛙啊 蜥啊 甚至是蚂蚁都会来攻击我们哦 生活在这种紧张的环境中 加上体型 我们的体型太小了 体力也比较差 很快就被吃掉了 所以一般来说 能成为比赛选手的 大多还是被人家饰养的蟋蟀 而且我们还要先通过 选拔比赛哦 选拔比赛有三个关卡 第一关是EQ指数 第二关身体检查 要很强壮 而且没有缺陷 牙齿也要长得够大够硬 才能通过 才能过关哦 第三关是战绩测验 战斗的时候 身体要能紧贴地面 放低重心 这样子才有可能赢得比赛哦 入选 入选成为选手后 就要开始进行训练 训练共分成四个阶段 每个阶段 大约要一个星期哦 第一个阶段 是稳定度的调整 必须在主人 必须在主人双手上爬行 第二个阶段 知识调整 主人会观察我们 调整我们战斗的知识 学习把身体的重心放低 第三阶段 加强头部的冲撞训练 反复冲撞夹想敌 在比赛的时候就能一次 把敌人冲倒 第四阶段 充分的休息 吃饱睡饱 我们才有战斗力哦 除此之外 还要充分了解 比赛的规则 工具还有步骤 这样子赢的机会才很大哦 首先要先溜帅 这样子可以安定我们的情绪 在每次比赛开始前 大概都要溜一到两分钟 战斗盒是用透明塑胶做成的 有三道活动的门 猫肋是用猫或果子里的胡须做成的 别的动物毛无法代替哦 接着就会进入比赛擂台 战斗盒 主人会先用猫肋来提高我们的士气 但是门一打开的话 就要停止咯 咱们一开就表示战斗开始了 我们必须奋不顾身的往前冲 和对手一决胜负 如果双方都没有心情战斗都不张牙 就算都输了哦 只要有一方停止攻击或者是掉头跑掉 胜负就揭晓了 而且胜家也不会继续追击或者是伤害对方哦 很有运动家的精神吧 最后我一定要介绍一下 让我一气成名的那一场比赛 比赛当天来自全国的选手都来到了现场 原本信心满满的我也被吓了一跳 哇 也太多选手了吧 不过多亏了主人的引导 让我过关斩将 一路闯进了冠亚军之战 厉害吧 抢夺第一名第二名的冠亚军赛一开始 我就狠狠的咬了对方一口 咬咬 没想到对手竟然用力的推了我一把 害我斗志高涨 开始连续攻击 最后我使出了大绝招 金刚头 用力一顶 比赛结束了 全国冠军诞生了 我还记得当时周围好吵好吵 大家都在为我欢呼呢 哇 太棒了太棒了 耶 获得冠军之后 发现街上到处都是我的照片耶 让我真是又得意又高兴 原来在很多年以前 新化圣就已经把蟋蟀选为吉祥物 难怪这里的人 会如此重视我这位全国冠军了 下次你来到新化圣的时候 不要忘记来找我玩哦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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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